身後這塊杯叫做淡北育嬰糖 这块默默立在万华人际医院大门旁的石碑 见证台湾北部最早育幼院的历史 华人社会里面强调重男轻女 比较没钱的但是她又不想牺牲女儿 她可能上口人家就行不罢 第三种是很普遍 你看一百多年前 大概家里她只需要男生 女生没有对不对 送给别人别人也不要对不对 她只好带到淡水河岸 给她堵戏 1870年同志九年 淡水同志陈培贵号召当地 士绅捐助社立淡北育嬰糖 是北部最早官社育幼院 日治时期日本政府合并了北部 一些社福和安养单位 成了人际堂 是现今人际医院的前身 国民政府年代因战乱 各地育幼院里的已不全是其婴 而是失户的孤儿居多 博27年 卢沟桥事变 那时候有一位美国的基督徒 他就是发现在断眼残壁当中 有一个妈妈已经过世了 可是她怀中有一个婴儿 那个婴儿仍然有气息 所以她就把那个婴儿带回家养 那就后来就越养越多 那她就回到美国 然后去募款就成立一个 叫中国儿童基金会 1950年中国儿童基金会 也是台湾家福基金会的前身 开始在台湾成立家庭式育幼院 也是台湾第一个推广家庭式 寄养的社福机构 育幼院的孩子大概会是几种情况 就是说弃婴或者是孩子本身有缺陷 然后就被这个亲人妈妈丢在育幼院的门口 或者是医院 医院的某一个地方 然后孩子就被送到这个育婴所来 这几年的育幼院就不一样 她有这个家暴啦 或者是受孽的孩子啊 或者是单亲家庭 好 然后穿衣服 我们去戴貌哥哥还有骑鸭鸭哦 好 好 来 一二三 妈 来 我们收玩具 郭佩如是家福基金会的寄养妈妈 这是她的第十一个孩子 我们要出去玩玩啊 去带貌哥哥回来哦 生完老二后 开始带寄养童 从2005年开始直到现在 就跟是买种子一样啊 对啊 种子到最后你这样灌溉 中原一天它会发芽这样子啊 估计台湾每年有2000到2500位 需要寄养的孩子 占了全国七成寄养服务的家福基金会 发现寄养家庭数正在逐年下降 2018年 目前到11月份为止 1到11月 其实我们是呈现打平而已 但在前一个年度 我们只有70个寄养家庭新增 但是有79个寄养家庭是退出的 2017年是我们第一次负成长的 台湾的出养 目前只能由政府立案许可的 收出养美和服务团体来办理 生活由养父母负责 政府不在不住 一些特殊状况的孩子更难出养 这是一个生命 这是他的一生 如果说能够让 已经很倒霉 好像已经第一次不幸的遭遇 就生在一个不对的家庭 那让他能够有第二次的机会 好好平安健康的长大 我觉得这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每个年代不幸的 都会有无家可归的孩子 孩子背后的故事都不一样 但对于家的渴望却是不变的 政策还有进步的空间 但民众对于收养概念的改观 也会让这些等家的孩子 更快找到属于他们的新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ontact tele 82